大家好我是久伯 今天是我這個魚缸 開始養到現在的第135天 上次我們修剪的時候是兩個禮拜前 然後兩個禮拜前我購入了一些原心瓶跟紙瓶 都是去跟人家要的 這些浮瓶也長很多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浮瓶 我那個時候才跟人家要的大概四顆吧 你看長這麼多了 然後它的跟啊 它的根部 它的氣根這麼長 放一些浮瓶吸收多餘的那個養分 我會選它來放是因為主要是因為它很漂亮 然後我之後可能會搬回家 所以我這個房間可能就會 把這些東西全部都移回親子的家裡去 空間會比較大 然後我想說會在養一些戶外的 戶外的水草跟種植一些自然生態的草缸這樣子 那就是之後回家的時候再來用 那我們今天就先來修剪吧 這邊來觀察一下 像這個聖甲蟲嗎 聖甲蟲有沒有 一隻長長的 然後它通常就是一些 就是金分出來 彎彎曲曲這樣長出來的時候 那一顆這樣子 長出來的時候 然後它底部啊 像這個根有沒有 它會往下紮根 它紮到土的時候 或是它覺得太OK了 可以立足的時候 它這一次就會往上 長上去 然後就再分 這樣子 或是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繼續攀爬這樣子 所以它繁殖的速度可以很快也可以很慢 啊為什麼它會比較少爬下來 因為我這個周圍啊 這一圈我有圍一層 那個石頭把它圍住 讓它底部的根無法滲出來這樣 所以它沒辦法繁殖很快 通常有些人會把它綁在樹木上 不要去接觸到土的話 它就長出來就小小隻 像一小豬這樣子 所以如果買的話 我會建議你買這種長 因為超長的話 它有很多結 你可以把下面葉子拔掉之後 插下去 那根會長比較快 而且養分會比較吸收得多 爬根的機率比較快 可是假如你買小隻的這種 小小根的一種 這種回家 不能說它不好養 只是說它速度不快 而且死掉的機率很高 那我們 先來把這個 浮品給撈起來 為什麼要先把浮品撈起來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整理缸子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草啊 或是葉子會浮起來 它等一下跟你混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更難處理 建議你缸子有放浮品的朋友 先把浮品撈起來 然後我們再來去做修剪這個動作 會省效你後面很多的時間 然後像我們的 這個原新品啊 這根啊 然後我們一般都把它修剪就好 才不會長那麼長 你這一顆尾粒就直接這樣把它剪斷就好 這一顆好了 這一顆尾粒 不用怕 這直接把它剪頭就好 先把它剪下來的這個頁啊 通通都把它撈起來 這次就只有修藏著聖甲床這樣子 然後剩下的這些 都沒有修 因為水螺卵上是也修過了 然後這一次啊 我大概就放兩三株原新品跟一些紙品下去吧 剩下我可能會拿為清水繁紙 讓它長多一點之後 射新鋼的時候很回虛 要用到很多 因為假如你想要養 無CO2啊 或者是 沒有過濾系統的鋼子啊 我建議你就是 服品是一定要養的 因為它才有辦法幫人吸收 過多的養分 它不會到自己水質太快變壞 像這個的作用啊 我就是 預防萬一 因為有時候我肥料好 所以它太多什麼的 它可以幫你很快洗手 就要洗 可是假的也不能放太多 放太多你的草 養分會不會被它吸掉 然後因為你太多 我會遮住一個光 光照會被遮住 像那些草還長不快 就燒去就好 像我這個扇子乾 我就放兩顆而已 兩顆其實就很夠了 不能覺得 像是我餵的那個 蘋果它不吃啊 這次我改餵胡蘿蔔 馬上就有蝦子過來吃喔 你 zł対地的不吃啊 journalist 是我們的神 你搞irse 解脫した